机枪有着威力大 射速快 压制力强的优点 从一战开始就被大规模应用 一直到二战都是战场上最大的死神 今天我们来盘点一下 二战期间各国最强的机枪 德国的被称为希特勒的电锯 日本的被称为烂枪之王 而大盘机横扫千军 MG-42是德国的标志性机枪 这种机枪最大的特点就是射速极快 有希特勒的电锯的美名 MG-42由MG三次改进而来 经过改进之后 有着许多画时代的优秀之处 首先就是弓弹方式多样化 可以使用弹链弓弹 也可以使用弹骨弓弹 其次武器的拆卸以及装备也很简单 可以迅速转移阵地 MG-42的射速相当快 理论射速为800-900每分钟 最快可以达到1500每分钟 在这种射速下 碗口粗的大数都能打断 CB-26轻型机关枪 是20世纪20年代 由杰克斯洛伐克布尔诺宾工厂研发 采用气体活塞作用方式 射击结实耐用 性能也很可靠 是二战期间少有的优秀机枪 CB-26轻型机关枪 构造简单 操作稳定 即使是在战场上 严酷的环境下 也不容易被破坏 而且使用起来很容易 精度很高 只需要更换枪管就可以连续射击 它的操作也很容易 只要进行一些简单的射击练习 就能用它战斗 今天我们来盘点一下 二战期间各国最强的机枪 德国的被称为希特勒的电锯 日本的被称为烂枪之王 而大盘机横扫千军 DP轻机枪是苏联边工厂瓦西里设计的 是苏联最早生产的一种轻机枪 1926年设计定型 1928年装备苏军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它取代了马克逊 托卡列夫机枪的位置 大规模装备苏联红军 DP轻机枪 配备了7.62x54毫米口径的子弹 从1928年到1929年 DP轻机枪曾用于装甲车 坦克和飞机 总共生产了超过70万尺 在苏联的卫国战争中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布伦式轻机枪也称布朗式轻机枪 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联邦国家军队的支柱 1935年 英国正式将该枪列装备制式装备 布伦式轻机枪最初是由 杰克斯洛伐克设计的CB-26轻机枪 参加了英国新型轻机枪选行 1933年被英国军方选中 并根据英国军方的要求改进而来 有着30发弹侠攻弹 位于机匣的上方 从下方抛克 为了适应英国军队使用 就把底缘步枪弹改成弧形弹侠 由于弹侠在机匣正上方 该枪带护翼的准星和掺孔式罩门 都偏出枪身左侧 枪管口装有喇叭状消炎器 也算是英国少有的可靠的枪线了 今天我们来盘点一下 二战期间各国最强的机枪 德国的被称为希特勒的电锯 日本的被称为烂枪之王 而大盘机横扫千军 大正11型轻机枪 是二战期间日本使用最多的机枪 日本11式轻机枪 采用了类似传统步枪枪托的枪颈 同时由于其瞄准机线偏于枪面右侧 为了避免使用者在瞄准时 过于向右歪脖子 所以将本来就十分细长的枪颈向右弯曲 使枪托的位置能满足底尖锯枪瞄准 所以被我军称为歪霸子机枪 虽然有着大量的使用量 但是这把枪在战场上有着非常多的问题 在抗战期间 这种武器被我国大量缴获 但是其孱弱的性能 即便是物资匮乏的我军都有些难以接受 M19182这把枪的最初型号为M19181 在一战中开始使用 一直到二战都在用 优秀的性能以及强大的战场可靠性 让其获得了很不错的声誉 1940年M19182是投入使用 该枪在研制时的初衷 是作为单兵使用的自动步枪 但是由于使用的是全尺寸的步枪弹 造成枪的重量和后座力太大 无奈美军只能将其作为 搬用火力支援武器使用 这反而弥补了1917式 和汤姆血01之间的火力空大